慧如東區的Washu 是來自一位日本的職人 Tomo-san 開一間酒吧 他們想呈現的風格呢 是非常地日式的感覺 所以我們來拆解一下它這個店名 Washu兩個字 Wa 它其實是取自首 有一個叫日本核食的自首 叫做Washuku 的Wa 然後Shu 就是日本酒 Japan Shu 酒的意思 所以河酒 它有開二店 二店就是它的Washu的旁邊叫Plus One 我們現在來看Plus One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Steven Bar全新系列 酒吧防重 在這個系列呢 我將會帶大家去一片台灣有趣精彩的酒吧 帶大家認識一下環境啊 以及這邊的風格 我們也會在這個節目呢 加入一些賽事 那這個賽事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上一集的茶調酒 它是非常的血腥嗜血的 要請這邊的Bartender呢 做出能夠代表這個店裡的調酒 然後我將會用逆向的工程 有盲癮 然後再把它詮釋出來 那為什麼我現在講完還坐在這裡 待會要偷看一下Tomo桑的手法 幫助我等一下的逆向工程 還有一個要特別介紹的 就是Plus One這間酒吧呢 它點酒的方式跟其他的酒吧不太一樣 我們就有請John幫我們來介紹一下 哈囉Bandon 我跟你介紹一下Plus One的風格 那我們是沒有用冰塊 也不會用Shake 那以套餐的形式去呈現雞尾酒 所以三杯酒為一個Sate Sate的話會由不甜到甜 那有氣泡到沒有氣泡 低酒精濃度到高酒精濃度 我們的套餐的話 每次進來都會有六個套餐 套餐的部分的話會有單一風味跟群組風味 單一風味的意思的話是我們用一個材料 去做成三杯雞尾酒 那相對來說也是在雞尾酒上最困難的 因為它是只有一個味道而已 但我們用三個不同的呈現方式去做呈現 那群組的話是一個大主題的方式去表現這個調酒 以範例來說 苦味 我們會用三種不同的苦的食材 去讓客人感受到苦這個食材的味道跟風味 那我要來一個Passion 好 百香果的部分的話 我們等一下讓我們老闆來做呈現跟介紹 好 非常好 讓我解釋一下 PASSION COAST 開始是PASSION SPARKLIN 白瓶製的味道 我們用一些香果的香果 混合在一起 PASSION FRUIT的香果是很濃郁的 CO2的雞尾酒不喜歡濃郁的 所以我們需要清潔的清潔 讓水清潔的清潔 然後我們用來這裡 AGA 那是HANTIEN 我們用來清潔的清潔 之後是CO2吸收 所以它會很清潔 很容易喝 第二次是HWITE SANGRIA 它會有四種香果 四種香果的香果 四種香果的香果 和香果混合在一起 當然它會混合在一起 最後是PASSION WISKE 它只有兩種材料 但是我們用來吸收的技術 提供到最多香果的香果 後來做三種香果嗎 沒有 我已經說過了 太簡單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就會用這一點 這一個 是PASSION Sparkle 第二个是白咸咸 第三个是热爱的威士忌 麻吉? 我没有看到什么 你没有看到什么 哪里哪里? 快快快快 可以我试一下吗? 可以 完蛋 也太快了 我根本什么都没看到 其实我根本不用离开 我觉得气泡的关系 让这一杯变得非常清爽 而且百香果是用点缀的方式 一九斤 喜欢 我刚真的以为它会在桌上桌 结果它就在下面 所以我等下去冰箱找有没有做完 我就直接忙饮这样 但等一下它做的也是这三杯 也不是这三杯 不是 那我在那边干嘛 这个它说用了 几个黄色水果 这杯我喜欢 它用几个黄色水果都很像柳橙 但是呢 各跳出不同的风味 像它里面可能有 凤梨 凤梨 柳丁 橘子 百香果 很舒服耶 而且我觉得这个早上喝也很棒 也喝不出它酒精有15%啊 嗯 再来最重的 两个材料 威士忌 还有白香果 我觉得这样顺着喝上来非常的舒服 因为最后一杯呢 它虽然有30% 它虽然用威士忌 然后还有白香果 但它们整体的融合非常的好 而且尾韵拉得很长 它在后面还是会持续点缀你 果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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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你纯喝威士忌 有些人会觉得 纯喝威士忌会有那种 清香料的味道啊 或是威士忌的味道 但这个呢 就完美融合 然后 喜欢 那既然喝完呢 大家看它特殊的点餐方式 一定也会好奇它其他的装潢 所以呢 我接下来就带大家呢 去看一下环境 哦 Tomo-san 谢谢 谢谢 Tomo-san you can give me a hint many many hint please please お願いします 首先大家可以意识到一点 哇 就是这边非常非常的暗 为什么呢 因为呢 Tomo-san呢 就想要呈现的是 我希望你心无旁无 太多的光源 太多的光点 你会到处乱聚焦 没有 它就让你专心喝完 你眼前的这杯酒 你要去厕所 或路上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哇 这边满满的书 就让我们来窥探一下 Tomo-san的隐私 平常到底在看些什么 这东西呢 据他们告诉我的时候 他们都从 Tomo-san是从日本带过来 所以里面呢 有一些酒类 非常多酒类的知识 还有什么料理科学 他们不是说什么 厨师跟调酒师 料理不分家 对 所以也常常看到很多客座 两个一起结合 他呢就是用 如何去诠释料理 然后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呢 他都有在做功课 所以呢 你看到你走进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点像实验室 再来往回看 这边就是他们的器材 像我们刚喝的那种 杯子非常的薄 所以我刚刚有看到一些 江户茄子 这就是玻璃工艺 做到一个境界的时候 开始去玩一些花样 这个呢 日本是做玻璃制品 非常厉害的工业的一个国家 就像我们的薄锤杯 很薄的那种 都是跟日本进入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Tomo-san 帮我们介绍一下 里面里头有的东西 这一款是叫做 Kiriko 是一种剪装的 剪装 Kiriko的剪装 是一种剪装的 这就是一种传统的 这就是一种新的 新的技术 在日本 伴侣服用这种剪装的剪装 剪装的剪装 剪装的剪装 是一种剪装的剪装 伴侣服的剪装 我现在就想到 传统的剪装 我现在就想用了 这种剪装 什么是这种剪装 是一种剪装 剪装 剪装的剪装 是一种剪装的剪装 现在在日本 没有很多剪装 剪装剪装 剪装的剪装 现在的贪装 很少 最多的剪装 你们可以看到 是一种剪装 我买剪装 从日本 日本人的精神 研究的透彻 连材质呢 都研究了 我们还有很多没看 那我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好不好 我非常好奇这里 这里就像博物馆一样 展示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像这个应该是 抹茶刷 有点类似这个东西 抹茶刷粉 嗯 还有这个纯白的 哇 纯黑的 所以这里应该也可以拿来喝酒吧 好 像这上面 这上面 就很像什么 唐巢或秦巢 或是什么 就拿着那种 非常高贵的杯子 你看它有镀金 通常 这杯子很贵吗 有些都是 但我不想跟你说 我不想跟你说 哈哈哈 好 我们刚介绍完 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 它是走一个非常简约的风格 大家下次呢 不妨来一样 去点它的套组 然后呢 欣赏这边的器具 那我们接下来呢 去Washu本店 它的风格 跟这边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呢 我待会的挑战 赛制也会在那边 假如说你叫我做三杯 然后 我刚刚连看都没看到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久就出来了 我想 应该可以搞一天 所以 我们 好 我们先去对面 好 我们刚从黑暗的地方出来 眼睛要适应一下 那Washu呢 大家其实去东区的时候 应该多少少都会经过 当你经过这里的时候 你可能会以为 啊 这里应该是卖调酒器材的店 不是喔 这里就是呢 Washu本店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杯子啊 一些很奇妙的器具 然后很酷 然后还有空瓶 想说留空瓶要干什么 其实这个空瓶 非常的有纪念价值 而且呢 也非常的昂贵 像比如说 有什么Whiskey Life TOKYO的 然后呢 他们的纪念版本 还有Bar Show 通常在日本呢 每年会固定举办的 Barinder的一些聚会 就是一个大活动 然后呢 他们会出一些 纪念版本 还有致富这种 喔 非常老的 那种14年 奇遇线呢 天啊 现在致富曾经有出过 比如说像扑克牌系列 那都长到非常的昂贵 所以它这些酒呢 都其实 你可以来欣赏 还有白洲出的雪莉桶 哇 天啊 多远古时期的东西 这边都有 所以它空瓶留下来 是有意思的 不是想说啊 垃圾吗 没有 它其实空瓶这样摆起来 也非常的好看 一些威士忌酒 我看到一定超兴奋 好 我们现在紧接着进来喔 我们先进来 这个Whiskey里面的时候 我们先看到这个板子 这边呢 就写当月前20名 大家喜欢的酒类 以及呢 20名呢 比较不喜欢的风味种类 假如你觉得你是一个奇葩 跟大家特别的不一样 你就可以往 这个月大家比较不喜欢的下手 搞不好呢 你是特别喜欢 像我看到有几个特别的 哇沙比口味 小黄瓜 之类的 全部都有 还有Juniper 杜松子的通宁 大家都不喜欢这样的风味 没关系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很神奇 再来我们走进来 也是一个比较暗的空间 但是呢 非常的日式 观众跟我一样 常去日本的酒吧 你会发现 日本酒吧通常上面 都会有一个架子 然后摆满的那些纪念酒款 一些酒瓶 再来看到这个桌面上的鸟居 都是非常日式的风格 这它应该特别定制的吧 你看它上面有一些washing 东京的地价很贵 所以它们常常就是小空间 各种利用 所以我才会说 刚刚上面都是那种酒瓶啊 然后呢 这些酒瓶也代表了 这些历史 它可能曾经喝过些什么东西 或是甚至呢 老板的收藏 或是这边曾经卖的东西 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边有一个特别的点 就是它的酒墙 非常的不一样 酒墙在冰箱里面 这边有一些 他们的日本酒 然后紧接着啤酒啊 利口酒之类的东西 还可以顺便冰杯子 非常的妥善利用空间 好 除了酒以外 我必须来带大家来这一柜 老板的心血 你可以看到各种风味 哇 有什么马瓜 迷迭香 杜松子 樱花 月桂叶 柚子 柠檬草 各种 红紫酥 咖啡 蜂蜜柳橙 它们全部自己infused 年薰味 玫瑰杏仁 天啊 这些风味组合 排列组合 可以创造出非常多的可能 天啊 好兴奋 但是呢 同样的也很害怕 不知道等一下怎么挑 哇 大家看一下 这边还有特别的奇特的味道 你看 泰式香料 意大利面 香蕉 天啊 意大利面也可以 我跟你说 肚子饿的时候 还可以用喝的 非常的开胃 现在托摩桑已经在外面了 他待会要做酒给大家看 那为了避险呢 好 我得先出去了 I'm going to make edamame cocktail for Brandon prepare first boiling water fresh edamame pour into hot water cook about 5 minutes After 5 minutes slow away hot water strain cook the edamame cook the edamame inside out edamame about 100g simple chop 35g shochu 45g so there are three ingredients they're all mixed together by hand blender completely edamame crush looks like really paste prepare blender and this is the edamame paste into the blender jasmin tea 30g shochu 40g 2 equified powder sho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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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he edamame cocktail cook the sho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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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喝一下 嗯 這很明顯喔 是毛豆的風味 以它的口感來說 有點像是那種 果汁店那種 木瓜牛奶那種 使用攪拌機的 好我們就先從這樣的猜測 那種感覺就是那種 泡沫泡沫的那種 好我們緊接著就直接進吧台 找一些線索喔 它有什麼材料 搞不好連果汁機都沒有 在那邊自以為 而且這邊是用浸泡手法 可是要在這麼短時間這樣做 它是從原材料然後到那個嗎 好 我們去找線索 Tomo桑對我非常的好 他把各種材料放在桌面上 讓我用選擇題的方式 不然的話大家看我可能這一步 沒有一小時走不了 你看後面琳瑯滿目的那麼滿滿的久 一個一個試 試到可能一天就過去了 所以我們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Tomo桑就給我這些選擇題 我們現在來拆解 我覺得剛剛以它顏色的概念 它用三種黃色水果 然後去用的黃色積掉 那這個綠色呢 我覺得有點故意 有綠色讓我去拆解 毛豆有嘛 對不對 剛剛說毛豆 但是薄荷葉呢 它可能會有點碎屑 它不可能打得這麼完整 然後也沒有酒生糖的味道 所以這兩個我先去掉 我覺得呢 應該有綠茶 Tomo桑貼心來給我們這樣試一下好不好 試一下 我再確定一下 怎麼有茉莉花的味道呢 我覺得綠茶加蜂蜜也很像 茉莉花好了 茉莉花 茉莉花 怎麼感覺也有這個 金軒燒酒 你們表情可以暗示我一下 但這個泡沫有沒有必要的用到蛋白啊 這有不蛋白的味道 好 我拿一點鮮奶油好不好 它的質地有點像 這是什麼 鹽水 我覺得要 因為毛豆會 可以吃嗎 這直接可以吃囉 要了要了 鹽水要了 然後再挑雞酒 我們現在要挑雞酒 不會只對一個毛豆 真的很尷尬 柚子鹽 我覺得鹽很搭毛豆 我們來先認識一下這個好不好 好像沒有呢 我決定了 再回上 好 我就紅桃 開個米的甜味 好 來 經過了生思熟慮 我挑出了這些材料 我就一級比一級難耶 完蛋了 好 我們要開始做囉 首先呢 我們先把那個 綠色的元素給它做出來 好不好 再多一點 我怕我等一下失敗 加一點鹽巴 好 驚嚴喔 讓它的毛豆的味道更好 嘴加一點水 要不好 不然它會那個乾燥 好 我們先試試看 我們這實驗的精神喔 好嘞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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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一點媒介的 可以讓它綠色的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要加入 鮮奶油 鮮奶油 蛋白最後再加好了 沒關係 我先 你先實驗 好 它越來越有綠色囉 用Shake的方式好不好 我們把我們剛剛製作的毛豆汁 把它加進去 這我是不是做的量不夠 我現在已經呈現自言自語的狀態 因為在比賽中 沒有人能回答我 把它加進去 然後呢 我們再加入一集 我們剛剛說的茉莉花草 我覺得加一點點先試味道 然後我們加入雞酒 我覺得大概的量喔 我們現在試味道好不好 看像不像 顏色有點不太像 老師 我想回家 越做越多 老師 好 我知道喔 我們先鹽烤喔 我們一一拆解 不要慌 因為我覺得它的鹽不只有這個味道 我們就用茉莉花草來當那個 裡面還有一點液體 我要讓它更綠色 所以我再把它放進去 欸 有了 有了 顏色像了 顏色像了 茉莉花草我剛剛沒有加嗎 欸 有耶 有加 再一點再一點 鹽巴少許 我是不是走路越來越可怕的階段 欸 完蛋了啦 哇 剛才還沒有加 金軒燒酒 好啦 我們直接開始好不好 我們不要浪費多麼長的時間 我就已經走路了地獄深淵了 味汁根本出不來 完蛋了 我覺得我不要用濾網 就不夠 不可能 這太多渣了 好 再給我一次機會喔 我做完了 六十分享 很尷尬耶 我想自己先喝 然後自己再重做 好 那我們就請兩位老師幫我試一下我的作品 好 不可以香腸也是 做得很柔一 congest咖喡 嗯 口氣 aring 一個味道 任何我嘈磨 好好啦 喝個臉 來來來 我也喝一下 沖縄 沖縄 沖縄汁 完蛋 完全不像耶 薄豆水 不會啦 因為剛好看Brandon做這杯辣媽妹 最大問題是我們家材料不會這麼多 所以材料會少一點 然後液體稍微多了一點 然後毛豆比較少 所以沒辦法做出那個creamy的感覺 然後毛豆風味也會不夠明顯 所以相對喝起來會比較水一點點 因為剛剛我毛豆加的比較少 鹽巴有點太多了 鹽巴有點太多 鹽巴有點太多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厚厚實感 我就想說我要把它做出來 就說有鮮奶油 好 那我就加鮮奶油 結果呢 剛剛Shake出來的時候發現 咦 完全另外一個世界 沒有 那個兩位幫他打個分數 Score Brendan 1-10 太殘忍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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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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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1-10 10 is good 10 is perfect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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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包掌 Let me say I cannot sell this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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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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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呢我真的是來糗的 沒關係 但是加起來總分有六分至少還及格 沒有人用加的 比如說你去書店 你看到呢 這會開啟你百分之五十成功的人生 所以呢我要買兩本 這樣就是百分之來成功 好像蠻好笑的 Tomo桑謝謝 謝謝謝謝 John謝謝謝謝 今天學到非常多課 我希望下一次呢 導演不要再搞我了 真的太難了 好我們StupidBar下回見 掰掰 各位酒鬼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StupidBar的Brandon 現在下載Hard Me Video App 以及訂閱CAT 你將能搶先十四天 看到我的影片喔 Cheers